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法庭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浪费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要说的是发生在2019年11月18日 当警方在包围理工大学 因为他们说要理大围城 不肯出来 当正像自己一样 也说担心或害怕 走出大学的话 警方会对他们不理 呈现一个拉脚战的状态下 有一大批的手足或自己人 就说要搞什么维艺救赵 这个战术就令到他们大批的人马 集结在油麻地、尖沙咀、旺角等区 在聚集、搞事 而其中有213人 就涉及在油麻地的暴动里被捕 因为人数太多 就分批分批处理审讯 而其中有11个被告 即我们今节要说的案件 里面包括了一个创作歌手 庄政 他们受一个本身都不认罪 一个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而包括独立歌手 庄政和其他9个人都是罪成的 罪成方面我们之前也有其中一节说过 到今天 2023年1月7日 在区域法院终于有判刑 其中6个人包括这个庄政 就判囚52个月 而其余的4个判囚50个月 而其中一个女暴徒 我们画面看到这个 在判刑前的求情的时候 听到辩方的代表大律师 说起她的身世 真的都相当之坎坷 相当之可怜 不过你自己有这样的背景 你不好好重新做人 反而以为这样 参与这些抗争 争取到民主自由 你就有美好前途 这可谓大错特错 她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原来她是在大紧图 预产期是未来的4月 即是代表她要在域中产子 计算数 要坐这么多个月监 她生完小孩 就交给家人去处理 估计她放监后 扣了假期 放监后 小孩也接近3岁 或者可能3岁过了 你想想这件事都挺可怕的 因为你会错失了 看着小孩成长 即是最珍贵的这段时间 由她的孩子一出生 懂得说话 懂得走 懂得爬 那些很有趣 很好玩的 回回来了 首先要讲讲庄政 到他求情的时候 说到原来这位创作歌手 或者叫做独立歌手 可能会想到 他平时做什么 有什么做的 是不是每天在埋头苦干 作歌 找灵感 原来不是的 他有兼职做保安员 因为面对现实的话 也要吃饭 说他一边做 Secure 一边继续她的音乐工作 还说他对于音乐的热成 未减退 还说早前发布了第一首歌 和第一章的专辑 说虽然只不过是起步阶段 日后有机会 都想继续她的音乐梦想 在路上有重大发展 还说不多不少都会影响到 她的音乐生涯 不过他也愿意承担她的责任 还说希望蹲完牢出来之后 继续以音乐人的身份 用音乐去感染身边的人 透过音乐给其他人一些支持 我都不太知道他希望那些音乐 是支持他的同路人 还是所有人 因为见他较早前出过一首歌 里面的歌词 某程度上都是给他们自己的朋友听的 即是思想很黄的那些 那类型的音乐 你都不太有兴趣听的 不过他们喜欢听就听 不听就算了 没什么所谓 音乐的东西也有自己的创作自由 看你能够找到吃 找到吃你就继续做 人人都可以作歌 人人都可以写歌 他说原来他的音乐真的帮到人 那怎样帮到呢 说有一个患了癌症的人 写了一封信 就说他的抗癌路上 有庄政的音乐陪伴 陪伴到现在已经康复了 你看看法官大人庄政 追求音乐的梦想 帮助了很多人 他自己庄政也有帮他自己写求情信 说他和他太太在2022年5月的时候结婚 还说双方都找到可以互相扶持的人 不过觉得十分内疚 因为不能跟老婆去到密约 那有时间等了 等几年以上才可以去旅行 你老婆自己去着 不能一起就自己去 还说签租约 一起共同生活 也令他懂得欣赏 日常就是美好 你现在才懂吗 那时候你们都要有民主自由才行 还骂人家是港珠 说人家只懂得吃 懂得玩 懂得上班 还要阻止人上班 叫大三霸 你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日常就是美 那时候每个都是这样说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 又说要什么立即双普选才行 你们都疯了 现在才说生活少确幸 日常就是美 傻傻地 那时候真的说这些说话 被他们打死也像 或者被他们网络上起底 欺凌也像 辩方还说希望法庭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们重归平淡 创造他们眼中的奇迹 那他老婆Sonia都有来听审 就是看着老公 就要回到机楼室 要去坐牢 那遲些再去查看他 说他表现平静 不时低头 另一个焦点 都可谓第六被告 他叫做 郑泰君 他的代表大律师 很厉害 很少看到帮他们求情 求到自己都哭了 要拿纸巾 甚至乎法官都要出声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 郑泰君 其实没有任何犯罪倾向 他说在2019年反修例之前 他也没有想过会牵涉到这些刑事案 还说人生 因为这案子的刘案底 已经是不可磨灭 是一个不可洗脱的创伤 不要这么说 杨岳桥说的 这个案底 是会令他们人生变得更加精彩 什么创伤 精彩人生 他们那时候就相信了这些说话 他们这些人 就算暴动 不知坐完多少年出来 最多是多少岁 大把前途 怕什么 你们那时候自己说的 说这些案底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惩罚 对于他这个当事人 说到这个时候 就开始哭 耿烟 又要拿纸巾抹眼泪 法官都说 大家都理解 不过 不能太过感情用事 你想继续还是休息 他的代表大律师就说 我可以继续 我可以继续 陈词 还疯了 他继续说下去 就说这案件有别于打家劫舍 也说这个判刑是为未来预警 他这么说我觉得是政治不正确的 因为有时候 好像这类型的案件 就如法官所说 这案件本身情节是十分之严重 是极之暴力的 辩方说 各个被告在现场逗留的时间是短 也没有亲自作出什么暴力行为 不过法庭就认为 不动口 不动手 罪责也不轻 因为你就在这么严重的暴动环境里面 如果轻判的话 只会发放错误的信息 这就是重点 所谓的预警 等同于法庭经常说的 要让社会看到案件的判刑有一个阻吓性 辩方大壮继续说 实施港区国安法 由乱变治 可以预见到将来也不会重演这些反修例事件 你敢写一包单吗? 是吗?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 再讲述到商界都流传着一句话 我想大家都记得是哪一位登报纸有这句话 黄台之瓜 何堪再宅 希望法庭能够判刑的时候 尽量将创商降到最低 即是说这群黄瓜 哎呀 都很惨 例如那些什么装证 本来Sony签了他 就是因为这件事都告吹 变成一个兼职做实Q的创作歌手 其他的不用多说 人生亦被这些案件的审讯 搞到一团租 这个你自己拿来就是说 他们已经这么惨了 这群黄瓜 为什么要再宅他 还要判他们错那么重呢 当时减除哥在反修例的时候 就以一个香港市民的名义 就在很多份的报章上登了两款广告 一款就是 《黄台之瓜,何堪再宅》 第二款就是 《最好的因,我成最坏的果》 《以爱之以,紫色露焚》 坦白说 那群人就说自己有什么有爱 最惊人、最惊人的就是那群人 你跟他说仁义道德 他都不听你说 他说自己才是黑白是良知 说自己才是正义 跟那群人说 这群人是瘋了 第六被告的代表大律师 似乎都是他们的同路人 七情上脸、口水鼻涕 他们都一起出来了 哭都无谓了 傻傻的 有时看到这些说话 是很离人作呕的 什么是《黄台之瓜》 什么何堪再宅 如果他犯了事 被捕的 经过审讯 就是要判刑 这是责任 他们自己都会说的 生于乱世有种责任 当他们要负乱世的责任时 你跟我说这群人是黄台之瓜 何堪再宅 搞完事 大事破坏了 搞到理工这样了 你给钱去维修 何堪再宅 这句话真是笑死人 我看到这八个字的时候 我都呆了一呆 就算你觉得这群人是黄瓜 为什么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的黄瓜出来呢 还有这群黄瓜 为什么冒着被人责的风险都要出来呢 有一部分会是心智未成熟 因为我们也看到有很大部分都是学生 在被拘捕的人当中 当然有些好像庄政也有 那个责任不仅是在政府或警方 甚至法院如何处置这群人 这群人自己也有问题的 最后还要说回这个 第十一被告黎X恩 他现在25岁 他15岁的时候 就因为贩毒要服刑 他之前原来是结过婚的 不过现在就离婚 他有一段时间 都是一个人养着女儿 他之前已经有小孩了 已经生了 结过婚 离婚 有女儿 甚至乎蹲过 辩方还说 他脑子不容易走 他要努力工作照顾女儿 可能你会问 他的肚子现在怎么来的 原来他又另外 后来再结婚了男朋友 或者可以严格来说未婚夫 他本来也想组织新家庭 还想着很开心 今年4月就迎来新的小生命 如果你自己这宗案件正在审讯 也未来看到判刑是怎样的 大家计算数就知道了 预产期4月 10月怀胎 当时这宗案件正在审讯 或者要处理审讯时 你还搞什么 不用安全措施呢 就等这宗案件有判刑 然后等你坐牢了 出来才生小孩 你在审讯时 还这么happy 搞得生孩子 应该说搞大了个肚子 不是不能带肚子 如果你现在搞到要在欲中产子 这个与人无由 这个你有自由选择 你可以控制得到 没有人逼你们不做足安全措施 现在就有趣了 他这个未婚夫 到时就要帮他这个未婚妻 照顾这个BB的时候 是不是要照顾他 和另一个人所生的那个女儿呢 他要一力照顾这两个小孩 这个未婚夫对他来说 又公不公平呢 或者可能判刑之前 可能说过 可以的我会顶得住的 我会等你出来的 子欣我等你 可能到了面对现实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未婚夫 去照顾那个小孩没有 如果当他要照顾BB的时候 又觉得很辛苦 一个人带子红狼的一样 去照顾两个小孩 是挺投行的 所以说到底 去到最后 什么黄台枝瓜 何堪在宅 那是不是这群人 做完这些事之后 不用负责 每一个人的人生 是他们自己的 你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 没有人叫你 好像这个这样 搞到自己大肚子 去接受审讯 还要在肉中产子 这个不是特区政府逼你的 是你自己做成的 你可以结完分出来才生的 我意思是指 坐完牢出来 才行你们的周公之礼 再去生孩子 就是这样 还有那句 以爱之意 紫色露粉 我这个也觉得很好笑 跟那群人 不能说爱 你说什么 他们都听不入耳 爱 怎样爱 他们觉得你是邪 没有爱 我们说耶稣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我还记得 那时候 李大围城的时候 好像警方 向他们里面 播歌 好像李克勤那首 什么校园后 还是校园时 还是什么 就有点儿 那个灰鞋了 好了 我们今次说到这里了 这个庄政 这群人 为什么他们没有动手 但是都好像判那么重呢 就是因为他们留在这个 金具暴力程度的现场 这群人作出一个鼓励 刺激的作用 都已经是叫做相当之严重的了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